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a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And I'm reading it slow So I can understand it fully Appreciate my standing Go out of this world And ride 弄山井的地方 等一下拍给你们看 I've never in my life Have I seen the sky light up Like this I'll follow you Hi 早安 我是小叶 我现在在宜蘭的五峰崎瀑布停车场这边 那我们今天要去登的是这个知名的景点 磨擦山 那磨擦山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很多的YouTuber都拍过 那我们其实从去年就一直很想来 但是遇到疫情的问题 还有一些管制的问题 所以迟迟都没有办法成型 那今年因为它封闭到八月底 九月初才重新开放 所以我们打算利用这个重新开放的时间 赶快来走走 那宜蘭这边因为当地的天气非常不稳定 下午很容易有午后雷震雨的状况 建议大家来的话要提早 我们目前的话是在早上五点半左右的时间 日出准备要出来 所以有点昏暗昏暗的状况 好 那如果要登抹茶山的话 车子要停在这个停车场 那它收费的标准值不会太高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从这个停车场出发以后 直接往登山口的方向走 那据我们参考其他YouTuber的介绍啊 到登山口其实它有很长的一段路 待会就帮大家沿途看看 然后介绍给大家这个沿路的风景吧 Let's go 这边是五峰崎 风景特定区停车场出发 然后要来抹茶山的话 车子要先停在这边 它蛮大的 然后我们现在是大约快要五点半的时间 日出快要出来了 月亮还在 然后现在温度大概是27度 就是以秋天来说算是蛮热的 然后旁边有空宫公厕 车子公厕都还蛮大的 那这边就是五峰崎停车场的路口 我们现在从路口这边准备要往 抹茶山的方向走 这边就是沿着它的大马路往上 那刚刚有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停车场真的非常非常大 它旁边也有一个露营区的部分 就是可以露营 然后厕所公厕的部分也是有提供一些灌洗的设备 但是很简陋啦 然后这边蚊子非常多 所以如果要在这里露营的话 蚊虫的部分可能要特别容易 那我们现在准备往抹茶山前进 那我们现在准备往抹茶山前进 路口在这边 然后车子是从这个方向来 所以来的时候就是记得 经过第一个这个看牌的部分 左转下去就是停车场 那我们现在沿着这个山路往上面走 会到登山口下方的一个贩卖区的部分 我们现在沿着这个坡往上走 会看到第一个就是往圣母山步道的这个告示 那我们问了那个我们一起登山的朋友 他是说我们要再往上走 我们要从另外一边上去 那我们就继续往上走 那沿着刚刚那个路口往上走 不到500公尺就可以看得到这个贩卖区了 那我们刚刚其实一开始有开车上来 但是这边因为没有办法停一般的车子 他只有铲上车位 所以我们就开下去停 我们刚刚走上来这边啊 结果后来山友又跟我们说 要回到刚刚那个路口走下去 所以有一点白走了一段路的感觉 那就是大家记得上来的时候 如果看到那个登山口的告示牌 其实就从那边下去就可以了 好我们现在走回去 我们这边再走回去 好就是这里 从这个指示标往下走 然后就可以往火茶山的方向 那其实我们刚刚有那个 在地的那个大哥他有跟我们讲说 往这边 我们刚其实走的路没有错 然后如果从贩卖区那边往上 他是直直的通上去 可是如果走下面的话 等于是会绕了一大圈啊 所以如果你们来的话 已经上去的话 就不要再走下来 像我们这样来来回回走 真的很浪费时间 好啦 那我们赶快下去吧 就往下走 这边有一个细旋区 可是这边也有警告说 他这边没有救生员啊 所以尽量不要再走 好那我们就继续往这边走 这边沿路其实可以看到停不少车 所以车子是可以停下来的 其实我们刚刚如果从上面的话 我们就不用白走这趟路 因为我们等于是从中间这个坎的地方 马上爬 可是从这边走的话 就是可以明显的看到那个坡度的气 朝那个地图 往右边这边 这边应该是瀑布区吧 然后直走的话就是 就是登山步道 就从这边开始 要准备上山了 0K的位置 现在有看到一个岔路 那我们应该是要往上 这边有一个道理 告示牌 圣母登山步道 应该是往这边上面走 卖茶叶蛋 那我们现在要到那个 圣母朝圣地 这边到了一个湾 看一下这个湾到哪里 看起来就是另外一个入口的部分 现在位置 上去解说平台 然后这边就是瀑布区 然后这边就是瀑布区 然后继续往上走 然后继续往上走 我们看起来就是要继续往上走 那这个应该也是另外一个瀑布区 所以从第二个瀑布区也可以通上 诶 好像可以看到那个圣母的地方 圣母朝圣地 圣母朝圣地 然后我们看 然后我们看 Youtuber的指 是大约1.7公里 我们大概走1.8公里 因为有来回 所以应该是 这边没有错 我们先到这个圣母朝圣地 这些活动 圣母山庄 国家步骤地图 我们等一下 准备上去看看 上来了 真的 真的 很美的 地方 哇 大家看到圣景 好漂亮喔 光线我以为透 我以为透出来 安静 可以看到这边喔 有风情触目 然后 点边的宜兰市的风景 美美 然后后面这边就是我们的 建恩祖母堂 这边就是我们的圣母堂 里面 很大 很舒服 然后可以坐在这里祷告 那这边要稍微小声一点 除了圣母堂 旁边这边其实有一个圣母像 很美很美 那我们现在从圣母朝圣地这边 稍微停留一下 我们就准备上山了 那接下来听说就是 有两公里多的路程 是到登山口的地方 那沿路会比较不好走 那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再继续往前进喔 好我们现在离开这个 圣母朝圣地 准备往 通天桥的方向就是登山口方向 然后预计有2.7公里 都是坡 然后一路往上边看风景 很美很美 就是圣母朝圣地的后方 就是圣母朝圣地的后方 景观非常漂亮 那我们往上走 现在进入了 比较道路不平的路线 然后这边的话树荫就很多 没有刚刚那边那么热 走出了比较不平的路 现在大概1.5公里 越好上 越来越热 然后又走进这个 很多细碎石头的路 很多细碎石头的路 过了1.5公里的地方 我们到了桂林峰休息站 它就是一个转角的地方 然后有椅子的部分可以休息 可以中场喝个水 再继续往上走 桂林峰以后 路比较稍微平一点 单坡度越来越多 有点喘 可以看到猴群 这边比较暗 这边比较暗 那边看不清楚 好几分 旁边还有小猴群 不要啦 我们现在大概走了2K 然后这边都是树荫 比刚刚凉爽多了 它那个太阳的地方真的超级热 等下到山顶应该也会很热 然后这边就是比较舒服 但是人也越来越多 但是前面 但是前面这3公里多的路都是坡 走的时候就还蛮喘的 所以还有一公里多才会到 它很快 然后沿路 是这种小溪水 然后禅明灯 大自然的感觉 有一个还不错的规划就是 厕所蛮多的 前方80公尺有个厕所 然后中途就是我们在 正母朝鎮地有厕所 不用太担心别扭 这是80公尺左右的厕所 有一点太梦幻了 好 必须往上面走 最近在那很多这种小小的小溪 我们现在大约走了4.5公里左右 然后我们现在大约走了4.5公里左右 然后再差一点点就到登山口 从5点半在停车场走到这里大概现在是7点钟 所以花了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了 但登山口已经距离不有 然后从登山口上到抹茶山其实距离没有像前面这么长 反而是到登山口这段人跟路都比较多 我们现在大概走了5.3公里左右 然后已经看到登山口 登山口的位置 旁边有一个小溪流 耶 然后从登山口走上去抹茶山大概1公里多而已 前面的路程反而比较长 我们现在准备登山上去啰 那我们现在在登山口的位置 这边有一个登山口的告示坛 然后准备上山了 一公里多就到了 我们赶快上去 不然后面人很多 那我们现在在登山口的位置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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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刚刚的风天桥的地方 我们继续往上走 这个瀑布的风景区很累 是更森林 山林的感觉 然后沿路都是瀑布 这边的话都是楼梯比较多 然後旁邊都看得到的那種小瀑布 然後一路 繼續往上面 還有這邊都是樹蔭 但是到山頂可能就會比較熱 我們現在從山路這邊走上來 然後這段很漂亮 這段很漂亮 喬喬流水的感覺 這路就比較遠 跟剛剛那個碎石子路都不大一樣 慢慢 因為這個階梯的大小 這個跨階都不大 不大一致 不小心就容易絆倒 我們剛剛從那個 一路的樓梯上來 然後到這邊 距離登山口大概200公尺 那我們還有一公里左右 可以抵達山頂 太陽光 很熱喔 躲在樹林下面 真身不惜 我們現在中場休息 停在大概上來400公尺左右的瀑布的地方 補景一下 喝個果凍膠 這邊沿路上去都是 算是陡坡啦 然後都陡坡 然後每100公尺左右都會人就開 所以算蠻清楚知道說 剩多少公里 因為樓梯有點抖 所以可能要慢慢走 尤其是老人家跟小朋友 好 我們現在大概在 0.7公里處 這邊有個涼亭 涼亭再上去就是山頂 有的人會在這裡補給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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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快到了 1.2公里 這邊就陽光比較大 接近山頂 應該有三十幾度 還有四風水 一直說快到快到 現在走了1.4 然後現在已經上到一個比較 可以看到山景的地方 等一下拍給你們看 就是這裡 可以看到 遠處的山景了 走上這一段就是 摩查山的山頂 很美很美 視線還算不錯 可以看得到 蠻遠的景色 可是看不到海邊 然後這邊就比較沒有遮蔽物 放東西上去 這邊上山就可以看到 沿路就是比較 樹 草林 草林嗎 這叫草林嗎 樹木的感覺 旁邊都是草啦 也不算是樹 山頂的感覺 然後沿著 這些草往上走 就是那個 抹茶山的山頂 網美拍照 這邊已經可以看到山頂了 1.5公里的地方 從那條路上去 山頂的位置 放過去這邊 這一區就是抹茶山 下面就是宜蘭 南洋平原 我們繼續 感覺還有一段路耶 還要爬升 都要腿軟了 這好像是最後一階的 樓梯了 我沒有耶 前面還有 我們要上到前面的電台去 要先下來 再上去 人不少耶 兩個樓梯 好長一段路 我們剛走 下面走上來 耶 我們上來 山頂這邊 有一個 在上面這邊還有一個天台 休息一下可以再上去 然後這邊就有聖母山莊的聖母像 還有 當初就是 建這個聖母山莊的巴瑞士修士 就是巴瑞士修士 兩位 偉大的聖人 然後後面這邊 大家從這個後面上去 這邊也有公廁可以 稍微休息一下 提到這個聖母像的後面 有一個公廁 它其實公廁的 在裡面一點 有一個聖母山莊 我們等一下走過去 我們來看一下聖母山莊 一個讓山友休息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聖母山莊的休息區 然後樓梯可以進去 下午三點前 然後可以看到裡面 有一個 陰陽可以躺著休息的地方 然後拖鞋上去木板 就可以躺一下 然後前面也有聖母像跟椰樹像 一個讓山友可以休息的地方 然後這邊有一些 就是煮東西 還有一些注意的地方 就是這樣 五橫三點 然後聖母山莊的旁邊這邊 也有特殊 洗手段可以使用 然後旁邊這邊也可以休息 好 那休息一下就可以 繼續出發 整路啊來講 沿路都是上坡 上坡大概七公里左右 非常非常辛苦 如果要上來這個山頂的話 真的需要一點體力 還有腿力啦 那個一直上坡其實 大腿需要滿多的力量 那我們在這邊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準備下山囉 那我們剛剛在聖母山這邊休息一下以後 朋友們說要上去這邊拍照 去天台上面拍照 所以我們這邊再往上走 上到這個最聰明的天台 Let's go 這個那個 好像是聖母跟耶穌的一些故事 告訊牌 聽說上來這邊 不是他登高嗎 所以就更漂亮 好 草山 好 這邊休息 這邊也是 摩扎山的故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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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終於上來了 費盡千辛萬苦 爬了無數的坡 終於上來 這個超美的抹茶山 這抹茶山 遠看就是一片綠綠的山頂 這邊都是草 看台這邊有一個以耶穌的雕像 靠近一點去看 上來這個看台 遠處其實如果視線良好的話 是可以看到龜山島的 這是整個噶馬蘭的風景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在這個制高點啊 山上的訊號其實沒有非常好 但是上來山林就是要享受這種 世外桃園的風景 好 那我們現在休息了一下 準備要下山了 那我們就先下山 然後下山再幫大家做最後的結尾 好了 下山囉 好了 我們已經下山 然後已經從登山口出來了 我們其實從早上的路段經驗來講 大概還有五公里以上的路程 還要繼續走才能到停車場 那我在這邊簡短的幫大家做一個結尾 抹茶山的行程整體來說啊 它的路段偏陡 它一路都是陡上坡 所以如果要來爬山的 爬抹茶山的人 建議你一定要帶登山帳 因為我就是低估了抹茶山 剛剛下最後那1.6公里下坡的時候 我的膝蓋就蠻不舒服的 那如果針對於年長者啊 還是小朋友 有帶登山帳 比較可以減緩那個坡度跟那個壓力的部分 那以抹茶山的登山路線來推薦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就是喜歡走比較有陡度的山友們 然後因為它這邊的話 有一個比較跟 可能登山路線跟其他很不一樣 是它從登山口上到山頂其實才1.6公里 可是它從停車場那邊走過來就要5公里多 所以反而還沒有進去的山路走的路段比較長 體力啊跟腿的肌力夠的人啊 其實一路上去到抹茶山真的是非常漂亮 因為它就是算是蠻高的高山 然後最上面就是草山的一個風景 整片綠油油的就像是 就像是那個電腦的桌布一樣 非常非常美 全路段來講它的長度 我們剛剛從停車場到那個山頂的部分 大概是8公里 所以來回算起來應該就會有16公里左右 那如果你們來爬山的話 沒有登山經驗的人 建議就是抓6個小時的皮上 會比較比較保險啦 然後早點來 因為宜蘭的 宜蘭的下午很容易下 早點來也比較不會那麼熱 像我們現在下山的時間已經是11點多 所以太陽蠻大的 那今天的抹茶山就沿路介紹到這裡 讓你們了解一下目前抹茶山的路況跟山景 那如果你們喜歡這樣的影片介紹 請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 那後續如果有更好玩的登山景點 我也再推薦給大家囉 掰掰